昨天新闻中我们曾经为您报道 有一对中国籍夫妇 赤资3450万美元 买下南加比弗利三庄 一栋豪宅 在东部的纽约 中国客人强大的购买力也不容小觑 特别是纽约的奢侈品店 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上门 纷纷推出中文导购的服务 到这些精品店应征工作 会讲中文 可为应征者大打加分 纽约的购物区街头 充满时尚气息 顶级名牌店比比皆是 其中许多店家现在竭尽所能 希望能拉拢出手大方的 中国游客掏腰包购物 高端百货精品店 波道复古德曼 甚至在其位于第五大道的分店里 为中国游客举行一场私人时尚秀 游客除了可以与顶级设计师见面交流 还能在会讲中文的店员协助下购物 顶级珠宝文具品牌万宝龙也不甘示弱 在纽约旗舰店推出了国际知名钢琴家 朗朗的私人音乐会 高规格接待中国游客 没错到纽约的精品店应征工作 会讲中文可谓应征者大打加分 中国游客爱在美国写评奢侈品 价格是主因 因为受进口关税影响 在美国买奢侈品比在中国便宜很多 根据统计中国游客购买高端商品的消费额 平均每人每次旅行高达大约6000美元 高于来自其他地方游客的4000美元 美国旅游协会也表示 在他们所统计的中国游客喜爱的 美国旅游项目排行榜中 购物是荣登榜首